第十一位 贾静雯 一代女皇又怎样 面对好朋友的背叛 亲生女儿的离去 这位骄傲的女皇一样流下了心酸的眼泪 第十位 胡静 胡静古装给人端庄优雅的感觉 梨花带雨的她也十分的楚楚动人 第九位 蒋秦沁 蒋秦沁是位穷妖女郎 拍起苦情戏也是丝毫没有压力 两行泪水落下真是让人心疼 第八位 钟心童 阿娇饰演的训芳 放弃自己的身份 陪在心爱之人身边 最后却依旧不能在一起 令人看了十分动容 第七位 杨幂 大秘密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造型 美出了新构度 哭泣也是十分的感人 第六位 堂堂子萱 三世情缘 最终还是没能和心爱之人修成正果 长青大侠为了天下苍生 放弃自己心爱之人 再不舍最后也只能认命 第五位 刘诗诗 最心疼龙葵了 好不容易从剑中出来 最后为了自己的哥哥回到剑中 龙葵只能求半 王兄左右 求王兄 不要再抛下龙葵一人 这句话不知让多少人落泪 第四位 刘亦菲 神仙姐姐即使在落泪的时候 依旧是这么美 这么不时人间烟火 第三位 赵丽颖 身为妖神 拥有洪荒之力又怎样 照样不能留住自己心爱的人 最后诅咒白子花拥有不老不死之身 确实为她着想 让她能好好活在世上 第二位 董洁 梁山博与朱英台 故事传送许久 却依旧每次都能感动世人 董洁饰演的朱英台 再知道自己心爱的人已经离世 落下伤心泪水 又有几人能懂 第一位 王艳 武林外史白飞飞 美丽动人 却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